這不是人禍 對不對 可是核電廠是人為的 人為的 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這層 只有四個地方 恢復過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開始的時候 清除變成這個樣子 清除 清除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仙台機場 仙台機場 仙台機場 那麼大家可以看出來 我想到 看到這上面想到 這些東西都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就汙染 不是汙染耶 那昨天我看到了 在太空照到的太平洋 這些 所有的 就是掃下去 海上掃下去海洋的意思 就是不要到太平洋的海洋上 那些都是汙染 不是的 不是只是一般性的汙染 不是的汙染 它也會當然流到什麼 海洋裡面去 那麼 到時候都有紀念這個六個月的追悼 要到追悼會 這個是在大神學 那你想想看 要追悼會裡面 大家還是要穿著這個樣子 來追悼呢 你想想看 這個是在 9月7號 接受訪問的時候 這個當然 他被 東京電力公司說 哎 我沒辦法要 撤離放棄 核電廠的搶救工作 你想想看 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說起似就是說 其實就 叉叉叉 想不出來起似 的那種 內涵 那他也一再的聲明說 這個核在是人為的 是妹妹的人為的 我寫這些英文不是要的 就是要表示說 我不是自己編的 就是 那他想過 真的當時 你看想看啊 當時宰相 所向說啊 他想過從東京撤離幾千萬人的必要 你 他現在才講喔 9月7號講喔 因為什麼 當時假如是說 他們放棄了以後呢 政府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也不知道怎麼辦 東京電力公司是經營管理 核電廠的 全世界最大公司之一喔 他們是專家專業 很多人 他們不知道要放棄 所以讓他想起說 哎呦 假如這樣子的話呢 你作為一個首相 他要想過 東京撤離幾千萬人的秘要 男孩裡想像 東京空無人 空無人 空無人的寬涼的前景 真是英文 毛骨熟然啊 何止毛骨熟然啊 想像到這種問題啊 人家用他一句話說 這個首相 你想你想為什麼 日本人 大百姓 盲目的支持 何於 政策 他說了這句話 我講起來啊 我們自己都會感受 一種 一種 日本人啊 這句話 只會更加 流行 因為大家都支持 絕大部分的人的支持 不是絕大部分的人支持 東京電力公司的宣傳 洗腦的結果 結果 大家都支持 連著跟著支持 就像羔羊一樣的 沒有自己的想法 看法 他說 當日本人民啊 都有這樣子的 沒有自己的理念想法 只是跟著人家跑 流行 就像流行 的這種現象 而產生出來的 各位 我想對這點上 剛剛講過了 我想從人的觀點 生命的觀點來探討這個東西 我不要跟你從激素城市 來跟大家來談 因為這是最後的一場 六個月以後呢 這個看起來還是一樣 可是裡邊啊 雜草開始重生了 重生了 這個地方啊 這個 二十年三世的 根本就沒有辦法進去的 沒有辦法進去的 根本是有犯罪 當時存在的 歐黎波拉 現在還是這樣子 好 後續的工作還有多少 千頭萬血 真的 我想到的 比他們想到的更多 為什麼 剛剛我一邊提到的 現階段啊 所有的吃的東西 或均衡藥什麼 大家都不安心 那 不管的人也有很多的 就像現在我們大家知道 主婦聯盟賣的這些有機的人 大家也不一定都 大家都來買的啊 對不對 大家都 不到 像加拉夫呢 最便宜的 或者是有問題的 他也不管便宜就好的 這種吃了 對不對 那關心的人還是很多 當時這個手下 在新的手下 新的手下 他在參返一個地方 挖出來的圖欄 來測量給他看 有多少的 劇量存在 那到底要換在什麼地方 那現在只是蓋起來 這個一下子 實施還是會 卸到地下去 這個一定要去處理的 一定要去處理 那 孕夫的感受 孩子在學校裡面 的活動 我不知道第一次有沒有給大家 那個 都在 決定在四年讀書上課的 後來校長 自己 學校花的錢 挖出來 劇量減少一半 可是還是超標 還是超標 那 我剛剛講過啦 這些過去海嘯地震的時候 搬離的這些廢棄物 裡面都是什麼 受到汙染了 他們放在什麼地方 我想知道 會沒有人提的啦 對不對 突然有人提 因為大家看 挖這個東西 馬上學校挖 挖他一定要沒地方放啊 他要政府做啊 政府又不知道怎麼辦呢 那 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現在他們在把這個東西 先把它上面再包一個什麼 一個包下來 那共同色啦 共同色 日本共同色 他說 It's a wrap 當然wrap就是把它包起來啦 那我想他們可能是玉以雙關啦 他說那是包磚的啦 因為我上次講過啦 它這蓋起來啦 封起來啦 它一定會示範什麼 輻射 因為會示範什麼 它要包起來 不會到外洩 可是在裡面他們這東西 將來要進去 來修理或者是 來把它控制的啊 現在還沒控制 裡面還是用水啊 冷卻水把它冷卻到一定的程度 它的水在汙 輻射劑量在汙 這個物質在廢水裡面 還是繼續流出來 他說有把它放到桶裡面 他現在用一種 所謂的filtering system 就是垢瀝啦 把它垢瀝完了 再回鍋的這樣轉轉轉轉轉 那垢瀝 它有這樣做 可是我的目的是 將來這進去 它包起來以後呢 這個 輻射劑量會一直增加 包起來沒示範的話 一直增加 那示範的話 跟不包示範又有什麼不同 只是什麼 示範有控制性的示範而已 對不對 一天示範多少 24小時少一點 其實總量 一年的總量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這是這個 前幾天的 前幾天的 這個 資料 前幾天的資料 這是突然汙染 各位 白色的都還沒有經過測試的 還沒有經過測試的 這突然的汙染啊 它這裡說 3月到4月的時候 這所濃縱的核汙來自 這個自然的自然的自然 不是最自然 大氣飄下的輻射部 對不對 現在核汙主要途徑 來自植物的根部 就是突然輻射汙染了 那他們測試的結果呢 6、7月是在100公里內 超越福島 福島還是在60公里裡邊而已 對不對 100公里裡面有30個地區的調查 資料顯示 設有1.48百萬Vecro 一平方公尺 有這麼多的輻射計量在那個地方 它這個Vecro是它4萬萬的能量 那這個標準一點是車路保必須撤離的標準 蘇聯的時候是撤離的標準 100公里裡面 你可以看出來 都有吃超過 農作物都超過500% 農作物的標準 說安全可以吃還是有污染 可是說 就像我們所有的食物說 這個防腐劑說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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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吃 他說500Vecro一平方公尺 都是超過超標準 要撤離 所以這個地方 所有這個地方大概都要撤離內 人民都要撤離內 根據車保的標準 那麼農作物呢 超過5000個Vecro一公斤 有超過這個東西啊 那福島電草30公里啊 福島30公里範圍裡面啊 道子都不能做 道子都不能做 30公里的範圍裡面 道子都不能做 日本是靠道來 藏教師都跟我們一樣啊 對不對 他30公里的道不能做 因為突然誤然的 太厲害 他生出來的東西超標 超標 這是最新的資料 資料 最新的資料 我想透過一個女孩子 有兩個孩子的媽媽的 那種表達方式 來讓大家感受到 很簡單 可是他說出來啊 都是大家都可以了解的 這是一個 Tomoko Akihi 他住在Late Late這個小鎮 就是中烏蘭的 30公里以外 20公里以外 他當地的官員 告訴他說 他的住處附近的 輻射線是高一點 那麼但危險 除非住上很多年 Akiha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他不相信說 安全的 他還是心裡怕怕 對不對 欸 我們現在所有的 真的 我們真是戴最高 我們真是像Yunnipeg 那個被來實驗的 一種 一種主俗 他們都說安全安全 那我們要接受他 對不對 各位我再講過了 這些安全的標準 過去的歷史安全標準的設置啊 都是有他的政治商業目的的 大家要知道啊 這個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問題的大陸 為什麼他們知道 要來推動核能電腸 或者是做什麼東西呢 一定要把這個一個 什麼東西之上都是安全的 其實不安全 他也說安全的 是為了他的 圖利的工作 可是他告訴技術說 我要我的孩子出去外面是一定要戴口罩 帽子穿長袖的襯衫 很簡單 照講他必能住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 那他說有關食物也一樣 我不知道在我菜園裡的食材 有多少膚色像 他不知道 他們說喝井水是OK的 但是我還沒有測試膚色激樣過 對不對 要測試那個東西啊 我前上個禮拜去問 到光華山來問 這個該會看的一個多少錢 我想買一個我也買不下去 欸三萬多塊錢欸一個 對不對 我記得以前我以為一個也沒那麼貴 三萬多 欸這個測試水的 那更貴欸 對不對 我還是喝 我還是喝 但一直都很擔心 我要孩子喝冠犬的食物 走媽媽的心聲 最大的焦慮是 我們不能以平常心做平常事 我們都非常平常的人 我們只想在好好購日子 做平常的事 來購平常的日子 不是他們年假的過程中一半 他說 何報後我們每天都在屋內 來亮衣服 對不對 這些每天限制我的事 實在上我非常難過 非常難過 可能對我的家人也是很難過 他們可能認為我優利苦多了 優利健康的問題 孩子是否會得到癌症 所以我想在座子 都可以感受到這樣的一個心聲 他們會不會生下激情的願望 最大的問題是 誰也不知道 可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官員說 雖然高一點啊 可是沒有關係 對不對 優雀OK 什麼都OK 可是說實話 誰也不知道 給你保證的 我想有良心的 他說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對 可能的話我想把孩子搬到別地方去 那裡他們可以盡情地在外面關索 就這麼單純的一個要求 那裡沒有膚色維持 那裡他們可以做很多戶外的工作 活動 或是採花 或是說撒飛絲信 我要帶他們去的地方 他們可以做平常一般的事 那是我最嚮往的 各位我學到了什麼 三十年前我就學到了什麼